首先我想代表整个国际的市场 来采访一下你在用泰克脂水的时候 你是怎么接触它的 你有什么收获 给我分享一下 好的 我介绍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叫陈畅 我是15年得的乳腺癌 我是17年转移加浮发 浮发了以后就全身浮肿 再就是脸色很黄很黑 再就是了 我就明显发现我的手掌变成橘红色的了 我就去找医生 因为我自己的职业是一个我做护士的 我去找医生 我说完了完了 我的手掌五分钟了 橘红色了 医生就说了 那里橘子吃多了 我说妈屁话了 我说哪里橘子吃多了 我没有吃橘子了 但是我就去查 他说俩去查个钢工人 我当时查钢工人的时候 肝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学医的 我就知道肝脏有90%坏了 才会有症状 70%坏了 都不会没症状的 但是我就越想越怕 因为我知道 我这是学医的 我就想完了完了 这就是死病了 没有神仙都救得了我了 我每个月去百津中医院 找那个福洪山 后来找百津中医院的王国伟 院长就拿中药吃 在这个路上我走了三年 没有挡住我的死亡之路 还是不停地在发展 后来那个主任就说了 你去找我们院长吧 那我没办法了 你这是宜兰杂症 当时我接触这款水了 就是我们当委的一个医生 他得肺癌 他喝了这个水以后 长了四斤肉 他来跟我说 我当时是很排斥的 我就觉得水 我就给他说了一句笑话 我就说我家也有水 算了吧 他说我家 我这个水跟你当个水不一样了 我说水癌又不一样了 你没听说过 我没有信他 但是晚上他给我打电话 聊了两个小时 他说你没有选择了 你自己也知道 你的病情越来越重 你干嘛不试一下呢 水又不要你花钱 我说可以啊 我就去试了一下 喝这个水喝了一个星期 我身上的肿全部消了 不仅是一个人跟我说 我一出去人家都说 你怎么变了 我说没什么了 他说你真的变了 我家的亲戚就很知道 看我的腿一看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腿全部肿消了 就问我你干什么了 我说我喝了一款水 我立马就去把这个机器买回来了 我现在喝到一年多了 就说我那些毛病都好了 什么浑身疼痛的症状改进去 就基本上没有了 跟正常人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浮发的地方 基本上手都摸不到了 真的 但是呢 其他的什么都好 检查什么都好 没有什么 能吃能喝能睡 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捡了一条命 哇太棒了 就这样了 太棒了